我是柳如烟的经纪人 也是她的男朋友 一朝爆火后 她和影帝在房间里聊夜光剧本 让我在外把守 还叫我别误会 本打算在她生日这天和她求婚 等了整夜才知道 她和影帝走了 我把戒指留在桌上 转头签了另一个经纪公司 后来 她主动把戒指戴在无名纸 卑微地问我 齐波达 你再跟我求一次婚好不好 证文开始 我是柳如烟的经纪人 也是她的男朋友 一朝爆火后 她和影帝在房间里聊夜光剧本 让我在外把守 还叫我别误会 本打算在她生日这天和她求婚 等了整夜才知道 她和影帝走了 我把戒指留在桌上 转头签了另一个经纪公司 后来 她主动把戒指戴在无名纸 卑微地问我 齐波达 你再跟我求一次婚好不好 应付完开机酒席 我才得以脱身到酒店接人 转弯就看见房间门口 站着对互相警报的男女 我愣在那里 双腿沉重 柳如烟像只小猫一样 眷恋在影帝伊藤城的怀里 我该走了 路上小心 好 伊藤城满眼宠溺 那张精致的脸 仰着一道笑容 俊男美女 天生一对 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场景 两人准备分开时 伊藤城看见了我 抬手打招呼 你经纪人来接你了 柳如烟看向我时 眼底有几分错愕 几秒后又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更加明媚的笑容 她转身替伊藤城整理好领带 才慢悠悠地朝我走来 临走前 还依依不舍地说了句 明天见 柳如烟跟随我上了车 一进去便低头玩手机 我偷偷瞧了眼 联系人是伊藤城 车里出了外头 传来的汽车鸣笛声 只剩沉默 我故作轻松地开口 台词对得怎么样 后视镜里 她和影帝聊天 皎洁的脸颊 蒙上一层红润 又是许久的沉默 等她回复完信息 才随口应我 伊藤城可是影帝 台词公敌好得很 很顺利 她满眼都是对伊藤城的爱慕 或许是察觉到 等这个电影拍完 咱们也就一拍两散了 我没听进去她的解释 老海里重复播放着 刚才的画面 她已经多久 没有这样 像只小猫一样 黏着我了 我也不记得了 大概是在她一夜爆红之后吧 因为我的走神 车头重重砸向前方的车屁股 撞击声响彻云霄 则 柳如烟不耐烦地 聊起她的一头长发 你怎么回事啊 我明天就要禁组了 好不容易能早点回去休息 对不起 我马上处理 算了 她戴上口罩 打开门下车 我自己打车回去 你早点处理完回来 我的好 此还没发生 她就已经关上车门 扬长而去 等我处理完车险回到家里 她还没睡 靠在床头看手机 听见我走近的脚步 她无嘴打了个很大的哈欠 一边收拾着床褥 一边和我说 我最近不太舒服 睡眠不好 你去客房睡吧 和她在一起五年 她每天晚上 都会偷偷钻进我的被窝 让我给她讲故事 讲完故事 她要是还不困 就会拉着我在床上玩 花样繁多 硬是把我折磨得浑身没劲 才敢作罢 我无奈 却也只把她当作小孩宠罚 这是她第一次 喊我出去睡 是不是最近安排的通道太多了 我给想办法 给你推掉钱 她抬手 直接钻进被窝 背对着我 不用推 那都是钱 你也早点睡吧 晚安 看着沙发上的枕头 我心里闷得难受 却不敢打扰她 勉为其难地 挤出一道笑容 晚安 腹部某个地方 在隐隐作痛 让我不敢再停留 匆匆离开 我赶紧从包里拿出纸藤药 直接嚼碎了下去 躺回客房的床上 硬是忍了十分钟才缓过来 衣服已经被汗浸湿大片 又起身洗了个澡 才到书房继续处理工作 柳如烟 是我大学毕业至今 唯一一个女艺人 我们一见钟情 她刚出道时 拍了好几部戏 也没有水化 因此得了抑郁症 每天待在房间里哭 饭也不吃 是我每天劝导 步步引领着她 走出阴霾 那天 她泪眼婆娑地拉着我的手臂 鼻子哭得通红 吉波达 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了 因为这一句话 我找上最出名的导演 在她家门前 跪了整整一天 好说歹说 才给她争取来女儿的位置 当然她也很争气 表现俱佳 剧中人设也很讨喜 电影上线后 获得一大批粉丝 还拿了当年最佳女配角奖 红极一时 我陪着她 每天跑通告 跑剧组 在这座大城市 我们两个人能彼此作伴 虽然累 但也开心 想到这些甜蜜的过往 我不自觉地笑了 兴许真如她所说 她只是想和伊藤城打好关系 并没有非分之想 等安排好夏月行程 我准备到厨房里拿口水喝 月光从窗外洒进 隐隐照着屋内 秋风吹来 略带凉意 我拢了下外套准备走 突然看见垃圾桶里的一个物件 驻足停留 那是一个手工涂鸦娃娃 是我亲手制作 送给她当生日礼物的 如今 是她扔的吗 是她不小心 荡成垃圾给扔了进来 还是 我没往下想 也不敢往下想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腹部的伤口愈加疼了 我把娃娃捡起来 捧在手里 发现她早已落了灰 柳如烟是波尔 从小无依无靠 在福利院长大 由于性子不喜热闹 身边没什么朋友 所以我除了是她男朋友之外 也是她唯一的好朋友 记得她刚收到她时 眼睛亮亮地 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 谢谢你 她紧紧地抱着我 哭成了泪人 从此以后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擦她一遍 说 这可是 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我可舍不得她 身上有一点脏 我擦干净娃娃身上的油渍 拿回了自己的房间 娃娃有一脸笑容上 我却笑不出来了 那天以后 柳如烟会叫上助理陪着出行 就好像有意躲着我 从不与我单独相处 为了保全她的心图 外人并不知道 我们的真实关系 所以我们每次碰面 只讨论工作 她进组拍摄后 我更找不到机会与她独处 也没机会问她 那只被遗弃的娃娃 是怎么回事 这部电影是青春爱情片 讲述校园时期的情侣 如何排除万难在一起 吻戏很多 多倒数都数不过来 看着不远处 伊藤诚和柳如烟 两人亲的火热 我暗自捏紧拳头 强忍下振振心痛 站在我旁边的是 这部剧的编剧 挤着眉头 满脸不解地看着画面 独自低难 可恶 又该我剧本 再这么演下去 爱情片都要变成 爱情动作片了 她愤怒地说完 气呼呼地找导演理论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两人意见不合地散了 而那边的情侣 还在深深热闻 难舍难分 这场戏结束时 已是深夜 我在和助理 安排着明天的事宜 手机里突然收到了 她的消息 过来休息室找我 我以为终于有机会 能和她化冰 耐不住兴奋 往休息室跑 正要开门 里头忽然传出 男女重重的喘气声 我让经纪人守在门口 没人会进来的 柳如烟一边说话 一边喘着粗气 夹杂着皮肤摩擦的声音 很快 我又收到了 她的另一条消息 你在门口看着 千万别让人进来 哄 的一声 我像是被雷击中了 搭在门巴上的手 缩了回来 连退几步 重重地砸在墙上 无力地滑倒在 求求你了 快点嘛 真是知名人的小狐狸 两人打情骂跳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仿佛在我耳边 放大了十倍 那里面该是什么样的春风图 光是想到 我就浑身难受 像有一千把刀子 捅在我心底 最柔软的地方 我仰头看着光束 从一个扩散成三四个 温热的液体 从眼角滑落 顺着沾湿了衣领 它们勤到深处时 也是我哭到最崩溃的时候 里头的动静逐渐小了 我才扶着墙站起 抹了把泪痕 努力把自己 变成一副平淡的模样 一腾成 一边整理领带 一边走出来 目光在我身上 来回扫了几遍 让我很不舒服 它冷笑一声 五官此刻变得无比丑陋 你经纪人这么听话呢 还真的受得死死的 柳如烟的头发乱糟糟的 口红也没了 白色连衣服上 又挤到褶子 它也笑了 用一种隐晦不明的口吻说 那当然 它可是我最亲近的人 最亲近 这三个字 何其讽刺 你这么漂亮 怎么你这经纪人 品位这么差 身上都是些过气的款式 对我评头论足后 不屑一顾地笑了 它不知道 我审美不高 这些衣服 都是柳如烟给我买的 只是近几年 它太忙 没空给我选衣服 我便一直穿着 以前我也不爱打扮 天天顶着鸡窝头 穿着高脚袜 身上的衬衫外套 都不合身 没少被人嘲笑 说我像个落魄乞丐 说我没有品位 说我没个人样 这个时候 柳如烟会站出来 谁说它没品位了 我看是你们不懂得欣赏 你们身价多少啊 也配对着我家宝宝 指指点点 可它这时候却笑了 又不是人人都像你 这样有品位的 话落 一腾成突然搂住 她的腰 让她贴着自己的身体 双眼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至少她选中 你的眼光 还是可以的 柳如烟娇羞羞地 敲了敲她的胸膛 让她小心周围有人 她这才收回了手 两人分道扬镳后 柳如烟突然搂上我的脖子 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 岂波答 我刚刚不是故意要那样说的 你别当真啊 她委屈地撇着嘴 就像她说的是真的那样 此时此刻 我真正认识到 她的演技 的确是拿奖的水平 见我沉默不说话 她点七脚 在我唇上啄了口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连一点心动都感觉不到 反倒觉得有些硬 别生气了好不好 她捏着我的一脚左右摇晃 让我忘了刚刚的事 可她不知道 我早就在外听完了全程 对了 下周是我的生日 我一定抽出时间 和你单独过 她坚定地看着我 一只手还在跟我发誓 这一次 我又心软了 或许 真如她所说 他们只是逢场做戏呢 她生日这天 我率先回到家 在厨房里忙活了三个小时 从天亮到天黑 看着满桌的菜肴 从兜里 拿出我早早准备好的礼物 是个深蓝色的戒指盒 里面是一颗拉的小钻石 我打算在这个 最有意义的日子 向她求婚 因为我害怕 她再不行动 她就真的对别人行动了 我满怀期待地坐在那里 看着墙上的钟表 一分一秒地过去 七点 八点 九点了 她还没有回 手机消息 还停留在她说 准备开机了的时候 是今天导演突然加谢 所以晚了些吗 正疑惑时 我看到了群里发出的视频 画面里 剧组的人围成一圈 高举酒杯 纷纷祝贺主角柳如烟 烟烟 生日快乐 祝咱们烟烟事业越来越火 来来来 咱们干了 人群中的她 穿着一身公主裙 画着精致的妆容 笑得灿烂 旁边站着的 那个穿着笔直西装 举止优雅的男人 就像是她的伴侣 两个人共出现 急了一幅画 她笑得那样快乐 已经完全忘了 自己答应过的事 伤口又疼了 我丢下戒指 捂着腹部 往卫生间跑去 洗手盘里 都是我呕出来的血迹 看着镜子里 狼狈不堪的自己 我笑了 也哭了 世间万物都会变 人心亦如此 我想 我该往前走了 我带走了这座屋子里 所有属于我和我们的东西 只留下那枚戒指 如烟 你以前总问我什么时候娶你 如今 也算是我已经娶过你了 今后便各自安好吧 我跟公司上交了辞职信 买下回乡的机票 想要逃离这座城市养伤 即将登机的时候 手机里突然进来了一通电话 是我大学时期的好友 霍俊贤 兄弟 你搁哪呢 我到你公司找你 他们说你辞职了 嗯 打算回家一段时间 他知道我和柳如烟的地下恋 我这又辞职又回家的 他也猜出了个大改 我准备开公司了 他家算得上富裕 开公司 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 我平淡地回了句 哦 什么公司啊 经纪公司本来想找你 给我出谋划策的 你辞职了正好 来跟我一块干嘛 娱乐圈这个行业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经纪公司之间 多少会有些照面 但我不想见到柳如烟和伊藤诚 所以第一时间拒绝了 我说 我要登机就先挂了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接过去了 怎么样没想到霍俊贤飞过来找我 千求万肯 好说歹说 还用和我几年情意央求 我实在顶不住 点头答应了 才在家休整几天 又飞回了横市 或许是柳如烟会对我没赶回家 或许他没发现 桌上那枚戒指 半月以来 一通电话都没有 新公司建立初期很忙 手续繁杂 多事 我和霍俊贤两人搞定 每天睡觉时间都不够 更别想抽出时间 去考虑别的事了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经纪公司顺利开业 开始广大人才 你们好 我是恒世电影学院的 英界毕业生林依彩 林依彩站在我面前 大方地做着自我介绍 穿着一条浅色连衣服 一双弯弯的月牙眼 笑起来明媚自然 五官和身材 都属于同批面试者里最优秀的 霍俊贤推了推我 小声商量道 这小姑娘可以啊 长得好看 天生的女主脸 留不留 她捧着简历 满怀期待地看向我的样子 仿佛把我拉回了五年前 我第一次在招聘会上 见到了刚毕业的柳如烟 她也是这样 真诚单纯地看着我 一颦一笑 皆如春风拂过 我匆忙低下头 掩饰自己的悲伤 淡淡道 留吧 面试结束后 我独自进了洗手间 腹部的疼痛 越来越频繁了 医生之前就提醒过 我要回去复查 可我之前忙于柳如烟的事 如今又忙着开公司选新人 更没时间去医院了 每次只能靠吃止痛药来缓解 一抬头 我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 整张脸毫无血色 甚至有些青子 额头满是汗珠 一滴滴顺着脸颊滑落 我埋头洗了把脸 随便擦了擦才出门 没想到迎面跑来一个人 静止撞到我的身上 那人连连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 女生猛然抬头 对上我的视线 又惊又喜 您是刚刚的面试官吗 我的经纪人 林依彩化着淡妆 原本优秀的五官更好看了 嗯 面试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没走 她咬着下唇 一副有难言之隐的模样 那个 我来姨妈了 不小心沾到了裙子 想躲卫生间里 叫个外卖送来 怪不得从一开始 她就一直把手背在身后 我去给你买 你进去等我 啊 那怎么好意思啊 等签了合同 那就是我们公司的艺人了 要提前减少黑料的可能性 这是经纪人的基本素养 我在普通不过的说出来 她却崇拜地看着我 我迅速跑到超市 熟练地拿起卫生巾结账 那一刻 柳如烟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以前的我是直男 压根不知道 卫生巾还有这么多的品类 被她骂了好几次 我最喜欢用的是这个 你要记得 以后我的特殊日子 都得靠你照顾了 可惜 再也没以后了 回去的时候 我顺手买了条相似的半身裙 顺带着卫生巾 一起递了进去 她出来后跟我道歉 应该的 我正准备回去继续忙活 被她小跑几步追上来拦住了 那个 刚刚看你脸色挺不好的 你没事吧 这小姑娘 观察力还挺强的 我笑笑说 没事 只是不太舒服 那就好 对了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的新经纪人 也是第一个经纪人 这句话 和当初柳如烟 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看着她 仿佛让我看见了她的影子 脸色不受控的 越发苍白了 林一彩还以为我怎么了 正向扶住我 身后忽然悠悠地 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吉伯达 你离家出走 就是为了这个女的吗 柳如烟脚下踩着双高跟鞋 双手环抱在胸前 依旧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您是 刘小姐 柳如烟压根不想给她面子 白了她一眼 识相的就赶紧滚 我找吉伯达 声音尖锐 说话时 像极了街边的泼妇 任性跋扈 我原以为林一彩 会被她强大的气场吓跑 没想到她用自己瘦小的身子 挡在我面前 她现在不舒服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等到她休息好了再说 扑痴 柳如烟捂着嘴大笑 你这小丫头骗子谁啊 是吉伯达新铅的艺人吗 哪来的胆子 跟我这么说话 林一彩捏着拳头 站得更近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举起自己的右手 钻石戒指戴在中指 隐隐闪着亮光 看得够清楚了吗 给我滚 这是我们的事 我不希望连累到别人 我把林一彩拉了回来 我没事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 我再通知你 她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好吧 等她走了 我把柳如烟带回办公室里 在我走向位置的时候 她突然从身后抱住我 脸紧紧贴在我背上 吉伯达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放你鸽子 也不该 没听到你的求婚 是啊 她的确是错了 但我已经不愿意再听她的解释了 你不是喜欢一腾成吗 我成全你了 你现在戴上我的戒指做什么 对不起 是我不应该骗你的 她话没说完 就被我硬生生扯开了手臂 兴许是没见过这样冷漠的我 她震惊地退后几步 柳如烟 我跟你之间已经结束了 不 你怎么可以说结束了呢 她又小跑几步上来 握着我的手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是很爱我吗 你不是想跟我求婚吗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好不好 我有听说过 她和一腾成的电影 被下架的事 好像是编辑吐槽 他们大改 但真像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再说一次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她发了风似的 攀着我的手 眼泪嗖地一下飙了出来 吉伯达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我知道 现在是她的事业上升期 所以每次事后 都会很小心地检查 更何况 我还动过那样的手术 她不可能 会怀上我的孩子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孩子是一腾成的 我挑眉看向她 反问道 是吗 她却心虚地咽了咽口水 重新挺胸抬头地看着我 当然 我只和你睡过 不是你的 还能是谁的 柳如烟 事到如今 你还要骗我多久 她捏着我的双手 明显顿了下 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走 是因为你把我当成了你的狗 却连到好脸色都不给 你 你在说什么 你应该找的人不是我 是肚子里这孩子真正的父亲 听到这里 柳如烟知道 自己装不下去了 眼泪跟开了水龙头一样 哗啦啦地往下掉 吉伯达 你帮帮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原来依腾诚得知她意外怀孕后 只给了她堕胎的钱就走了 为了和她扯亲关系 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们的电影下架 制造出书粉推倒的假象 因为柳如烟是孤儿 所以很渴望有一个孩子 将自己遗失的东西 都补偿到孩子身上 所以 不管怎么说 也不愿意打掉胎儿 才有了现在这副场面 但她现在未婚 一旦被爆出怀孕 将星途禁毁 可 至于我有什么关系呢 她哭到气都要喘不上来了 还死死抓着我 这是你的事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找一腾成算账 第二 把孩子打了 她没想到 我会这样说话 又呆又冷地看着我 瞳孔微微颤抖 吉伯达 我们在一起五年 到头来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没说话 只是把她的手拨开了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着 离她很远 我有些无力 也不想再跟她多说 毕竟 柳如烟 我已经为你 做得足够多了 桌面下 我把手搭在伤口处 想到那些年自己的付出 内心有些脚痛 我收回目光 随手拿了个文件审愿 回去吧 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 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 余总 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您加急看看 三人面面相去 柳如烟特脸抹去泪水 抽了抽鼻子 以一副大明星的姿态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想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 我一直知道 柳如烟是个执着且高傲的人 受了气一定会还回去 只是我没想到 她这么快就有行动了 霍俊贤拿着手机匆匆找上我 和我说出大事了 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热搜榜上 还不止一条 柳如烟被前经纪人用墙 先已怀孕 柳如烟律师团发布声明 必定会让行坏事之人付出代价 她很聪明 知道要找个理由 掩埋她和一腾城的事情 拿我来挡枪 这样一来 她可以走卖惨的人设 所有人都会可怜她 她在名正言顺地把孩子打了 最后再捞一笔红利 不是 明明是她先出轨 现在还反咬你一口 去 拿你们在一起的证据出来 打她的脸 霍俊贤在为我出谋划策 我却摇摇头 就算我们是情侣身份 只要她咬死是我干的 就是我吃亏 警方行动迅速 我还没来得及和她多说 就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在拘留所的时候 林一才有来看过我 你就不打算反击吗 告诉所有人 孩子不是你的 她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像是这几天没睡好 我直直地看着她 却把她看慌了 低头跟我道歉 对不起 我那天不是故意躲在外面偷听的 常常探出一口气后 我缓缓回复 她是我步步领着走到今天的 花魂身是毒 却是我精心付出栽培的 花了很长时间 也付出了很多 要我如今一脚把她踩扁 我做不到 你 林一才兴许是被我气到了 拿起包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愿意做好在橘子里 蹲上十几年的准备 却在一个星期后 突然被告知 我可以离开了 走出大门时 我看见林一才和霍俊贤 在外头等我 这 霍俊贤朝我挥手 笑得很明媚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后 我才问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一才帮的你 她在圈子里有些人脉 收集了许多 被伊藤成祸害过的人的证词 交给柳如烟 要她撤诉 柳如烟恨的人是伊藤成 她想报复 所以答应了一才 把你放出来 林一才嘴角 含着道不深不浅的笑意 两颊泛着一抹潮红 谢谢 我汗手感谢 却被她拦下 不说这些 霍总订了饭店 给你接风洗尘 时候不早了 走吧 她活泼地走到前头 脚步轻快 我沉渊的雪 她似乎比我还开心 我从不是喜欢 亏欠人的性格 既然林一才帮了我 我就要回报她 找到许多导演和赞助商 在他们的酒局上 推荐林一才 连续几天 喝到未出血 才终于给林一才 争取来一个 红毯和电视剧的名额 林一才是新人 没有熟悉的男伴陪同出场 正是会落后别人许多 我正打算邀请 以前名下的男艺人帮忙 电话拨通后 被她夺过手机挂断了 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我 吉波达 你陪我去呗 我 旁边的霍俊贤 也跟着附和 我差点忘了 这还有个现成的 吉波达 你长得帅 身上还有绯闻的热度 陪她去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不听我的抗议 直接把我拖到一家 造型店塞进去 造型师给我选了 深深蓝色的高定西装 还给我修理头发 整理仪表 差点就要认不出 镜子里的自己了 我经纪人真帅 林一彩鼓掌走来 满意地对我点头 极度不适应的我 勉为其难地笑笑 帅吗 她毫不犹豫地回我 当然 超帅的好吗 想起上一次 陪同柳如烟来造型店 她兴致大发 让我也去挑一身换上 结果整了一番后 她的脸色 从期待表成嫌弃 算了 你以后还是少这样打扮吧 不适合你 跟那些小男明星们差远了 那一刻 仿佛店里所有说话的声音 都在嘲笑我的丑 我只好落魄地逃走 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如今 林一彩站在我面前 坚定地告诉我 你超帅 那颗破破烂烂的心脏 似乎正在缓慢地缝合着 娱乐圈很小 走个红毯 也能遇见柳如烟 听说她公布了 一腾成渣男的证据后 把孩子打了 事业受到一定影响 但也靠打官司 拿到了一笔巨款 今晚的她 穿着一身高定碎钻礼服 烈焰红唇 气场全开 却远不如平淡朴素的林一彩 吉波达 你回来 做我经纪人吧好不好 从她冤枉我入狱的那一刻起 她在我心里 就只是陌生人的定位了 不好意思 我现在是林一彩的经纪人 不接私活 柳如烟促起绣眉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她只不过是个刚出道的新人 一点火花都没有 还没我红 我没有让她把话说完 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也没火 她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脸色铁青 突然讽刺地笑出声 还是说 你喜欢上这个小丫头骗子了 这是我的私事 与你无关 拥有的人常常有恃无恐 一旦生出变数 就会慌乱到不知所措 柳如烟就是这样 她踩着高跟鞋朝走来 牵起我的手 眼底红了一片 吉波达 你跟我回去吧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还想听你晚上给我讲故事 我还想你给我煮饭 想你陪着我 够了 我曾经那样真诚地对待她 她却视若无睹 如今再来忏悔 又有什么用了 她非但没有冷静 还越加疯狂地拉扯我 完全没有女明星 高高在上的架势了 吉波达 我喜欢的人是你 你不能不要我 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我现在喜欢的人 是伊彩 我抽出手 顺势将林伊彩 搂进怀里 故作轻逆 林伊彩愣了会 很实相地配合起我 回勾住我的腰 轻轻笑着 刘小杰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 照顾好吉波达的 这一句话 可把柳如烟气得不轻 抬手就想抽她耳光 是我先一步拦下 牵着她的手腕 最后扔下一句话 风够了就走吧 若是被旁人看了去 她苦苦营造的人设 可就要翻船了 我牵着林伊彩 回到休息室 把门关上后 我才松开她 退后几步 刻意保持起距离 对不起 我是为了 把她打发走才能说的 没有故意玩弄你的意思 林伊彩 扑痴 一声笑了出来 我知道 我懂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她弯弯的笑颜里 看出了一点悲伤 没来得及细想 助理告诉我 酒宴开始了 让我们过去 长得也好看 一个劲地找借口让她喝酒 不好意思各位老板 伊彩她酒精过敏 我来替她喝 说完 我仰头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林伊彩朝我头来担忧的目光 我摇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以前和柳如烟应酬的时候 也是我挡的酒 早已成了习惯 期间林伊彩出去过一趟 过了会才回来 酒局结束后 老板们都走了 我才对你坐下沙发休息 林伊彩突然从包里掏出一盒药 喝酒伤味 我给你买了些解酒药和味药 你赶紧吃 原来她刚刚是买药去了 她蹲下来倒了杯热水 还贴心地把药拿出来递给我 我边说着谢谢 边想结果 突然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让我整个人从沙发上摔了下去 林伊彩迅速把水放下来扶我 吉伯达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这次的疼痛的程度 比以往都要强烈 直接把我疼晕了过去 吉伯达 再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 林伊彩看见我醒了 快步凑上来 询问我怎么样 我笑笑说 没事 兄弟 你的事是怎么回事 我苦涩的笑笑 终于把这件埋藏于心底许久的事情 说了出来 柳如烟刚出道时 演技不好 演过的几部剧都没有水化 跪在柳岛门前的那晚 救护车来了 说是柳岛的儿子晕了过去 需要换肾 我想也没想 就去做了匹配 结果出来是合适的 因此 我用一个肾作为交换条件 让柳岛推荐柳如烟上了一部综艺 还演了她剧里讨喜的女儿 柳岛推对于我 对柳如烟多加指导 磨练她的演技 她才得以爆火 伤口尚未痊愈 我就回去工作了 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只是我为柳如烟做的这些 她都不知道 不是吧 哥 我之前也没看出来 你是个恋爱脑啊 我坦然地笑笑 都过去了 林一彩紧紧咬着唇 眼睛亮亮地 捏着自己的拳头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怎么了 她就已经跑个没影 后来 我听霍俊贤说 林一彩去找柳如烟了 柳如烟得知这一切后 时不时会来病房看我 只不过次次 都被林一彩赶了出去 星期要开拍了 你该尽足了吧 我还年轻 以后还能有很多戏拍 不急在这一时 但是你没人照顾 我不放心 林一彩平静地削着苹果 头都没抬 似乎这句话 只是她随口说出的 我住院这几天 她寸步不离 在医院陪我吃住 我大概也能猜出 她是什么心思 虽没说破 但心里是开心的 好久没有感受到 这种被人真心相待的幸福了 出院那天 柳如烟又来了 这一次 她穿得十分朴素 一身纯色长袖套装 一顶鸭舌帽 许久没见她 感觉她憔悴了不少 冒檐下是一张 苍白无血色的脸 还拖着两个重重的黑眼圈 吉波达 跟我回去吧 语气那样诚恳 再跟我求一次婚 好不好 我笑了笑 把旁边紧张的林一彩 拉入怀里 林一彩小姐 作我女朋友好不好 她紧促的眉间 肉眼可见的书展开了 她激动地点头 点起脚尖 钻入我的怀抱 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踏实 柳如烟彻底死心 退圈出国深造去了 林一彩在公司权力宣传下 顺利上映了两部电视剧 演技颜值极好 网络上是观众的一致好评 电视剧大火 剧中的CP也被人搬到现实中来 许多人表示很磕 谁也没想到 林一彩会在凌晨5点20分 发布一条微博 上面写着 本人已有男朋友 误扰 在最后附上了一张我们的合照 全文完